就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北约 因为北约峰会正在开 最近俄罗斯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 被认为是建制北约 一个就是讲到这个烧伊古 烧伊古目前目前还没有调动 所以七月三号最近消息说怎样 他要组建一个莫斯科跟列宁格勒军区的指挥机关 整个这个军区要进行重整重建 这个俄罗斯的消息报说 莫斯科跟列宁格勒军区 在九月一号前要部署完成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要重整重建 哪些地方要重整 我们稍后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当然就是北约 北约成员国同意把每年国防开支提高到 至少相当于GDP的2% 但这个标准有点高 所以31个成员国当中 预估大概只有11个能在今年前完成 然后俄罗斯也宣布了一级备战 7月19号开始进入第一级的战备状态 所有14个洲际导弹会做好战斗准备之外 有120多辆的这个洲际导弹运载 这个火箭车业已经启动 等待发射 这听起来很可怕 对不对 我把那个军区图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军区要怎么样的重整 我们看到俄罗斯有六大军区 包括远东军区 西伯利亚军区 这福尔加乌拉尔军区 列宁格勒军区 莫斯科军区 还有这个北高加索军区 他们有不同的应对 这个列宁格勒军区 我们看到主要对这个芬兰 对爱沙尼亚 那莫斯科军区主要是对这个乌克兰 那这次要重整的就是莫斯科军区 跟列宁格勒军区 被认为是这个应对这个北约的一些重新扩容 这一点都不意外 就是说原本欧洲的这个军事对峙的态势 有和缓的趋向 所以当时北约才会被批评说已经脑死了 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铜板不会响 就是如果这个和缓的态势不要被打破 那么也许这个欧洲可以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但是因为美国借着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 重新的把北约扩张了 然后大幅的提高了北约的军费 要求大家投入更多的资源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个铜板一定想的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当然也必要的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所以莫斯科军区跟列宁格勒军区的 这个重新调整他的战备的布局 其实就是为了冲着北约来的 所以就是俄乌战争这件事情 就是莫名其妙的 把原本欧洲藏起来的和平的态势 完全打破了 所以你会发现接下来 这个彼此之间对峙的态势会很明显 而且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缓冲股 所以几乎都可以预测得到 俄罗斯将来会部署更多的 这个不管是洲际导弹相关的这个战术核武 或者是兵力在白俄罗斯 所以这个一级战备 当然第一个是这个北约了 北约在开会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送这个急速弹嘛 对不对 急速弹一样的问题 就是当今天美国要用了急速弹 而这个急速弹是国际公约严令禁止的 而你美国仍然要提供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 他也有很好的理由用了其他的武器 反正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你不仁我不义 你都不怕国际公约了 我怕什么 所以因此急速弹将来 如果真的应用在俄乌战争的 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必然这个俄罗斯也会采取应对的措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克宏是一个聪明人 就马克宏的算盘打得很精 就是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事情 有什么理由我欧洲要替你收拾善后呢 我在欧洲就算了 我被你拖下水了 你在美国还要把我们拖下水吗 所以当马克宏要盘算一下 不管是马克宏或者是肖子 都是一样的问题 马克宏不要讲别的 他光是Airbus还有180亿的订单 是中国大陆下的 接下来要不要做这个生意 这个单还要不要 他总是要考虑一下 这个中国的一个感受 对啊 美国是抢了你澳洲的订单 中国是送了你一张大单 大家要想清楚这个生意上 对 所以投票的时候 怎么算盘要怎么打 想清楚 当然 好 那另一头讲到这个中美 我让亮哥来谈一下 这个中国外交部 这个领事司最近发表一个 这个公开的一个讯息 提醒在美的 来我们把那张这个公告 调出来好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这是这个微信公众号 领事直通车 说这个一段时间以来 他讲了几件事情 包括枪击暴力 有没有 包括对亚裔的歧视等等 这些事情呢 还说美国用各种借口 对到美国的中国公民 滋扰盘查 另外呢 就恶意抹黑 还包括分泰尼的事情上甩锅 还包括什么 各式各样的手段 这个钓鱼执法 跨国绑架诱补 他一个公告里面写了好多好多事情 都是最近双方的很多不愉快 所以呢 他要这个临时赴美人员要提高警惕 慎防落入陷阱 还有诱补的圈套 然后下面提供了很多很多紧急的电话 当然这是大陆的公告 另一头不陌生嘛 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其实美国在6月23号也发布一个类似的公告 好事实上美国发布这个公告是6月23号 但是到了半个月之后呢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也发布一个 两个感觉上有对应的关系 中国发布的那个是根据事实发布 因为中国公民已经有在斐济 还有墨西哥被抓 类似孟晚舟 就是他用 他认为你协助分泰尼的加工业者 取得原物料 或者是协助制造 就是我们讲那个 这个要做定计 因为你给他那个做定计的机器 抓了不少人 墨西哥就抓了17个人 有墨西哥人也有华人 所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那都是跟分泰尼有关 那美国这个国家也很奇怪 就是分泰尼的美中合作 是谈判的议题之一 结果还没有开始谈就开始抓人 所以当然中国政府就很生气 说你那个不是根据正式的司法审判 你就直接把人家抓了 然后拉回美国去做审判 那美国司法部一定是一面倒 这个有点像 一定比孟晚舟要严厉很多 那甚至他搞不好还认定你就是协助制毒 那就多严重了 那美国那个部分我觉得 就是他是感受到一些氛围 事实上博恩斯在几个月前就表达过 他说事实上现在美国到中国的留学生不到500人 所以你就可知道美国人的那个危机意识有多重 那中国大陆现在到美国留学了还超过10万人 你就知道完全不成比例 那他事实上就是在跟他说 现在中国大陆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在风起云涌 那对美国反感越来越多 事实上我跟你讲 美国对华人的那个反感也越来越多 而且我还看到一个报告 那个华人大概有十分之一 曾经遭到言语的abuse 甚至是行动上的abuse 所以事实上 我也不知道该说谁对了 反正美国外交部就是那个门槛很低 就说哎呦现在你这样就最好不要去 他到时候就负责不完 那当然也包括那个反间谍法 因为中国大陆反间谍法要实施 那美国就搞不清楚那个红线到底在哪里 那他就觉得搞不好你就会因为这样 误触法网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交锋 美国过去有发过类似像这种 这种怎么讲 这不算是什么疫情啊 或是战乱 都是疫情的旅游警戒 对 但这次是比较正义的 这个是针对他的 这个反美意识高涨 他也不好明说啦 对 好不好说 好